副總統賴清德4號校來到花蓮 除了前往醫院探視 因為這起事故住院的病患之外 也前往了花蓮市殯儀館 向罹難者來上香治癒 同時慰慰罹難者的家屬 我來看一下 昨天的大腿不痛 台鐵泰魯閣號出軌意外第三天 副總統賴清德來到花蓮各大醫院 關心傷者狀況 會比較狀態嗎 還是會同意嗎 他的診斷是 目前暫時因為他ICH的狀況 還沒有很穩定 過過這邊也要轉掉 不過基本上原本還是穩定的 X光片一定是不正常的 但是總統 拿出醫療專業親自過目X光片 醫師出身的賴清德 就像親自看診一樣 每個傷者情況都問得仔細 還擔心事故過後 會留下創傷症候群 需要心理醫師來跟你聊天 我們有規則的身心科 然後你看跟他聊天 分享一下坐那輛車的情況 看著他會有心理的感覺 因為這支生命都很嚴重 你未來一定很好 你會不會穿上衣服 哇 神醫師 現在後送進來了 非常好 給醫護人員加油打氣 親身叮嚀生還者以及家屬 務必照顧心理健康 賴清德一連探訪 國軍花蓮醫院慈濟醫院 衛福部花蓮醫院 以及門諾醫院 要安定民眾的心 看到許多家庭 身離死別 其實我們內心也會 特別拜託 各大醫院能夠完成 總統交付的使命 也能夠讓社會寬心 副總統因為是專業的 所以就跟查訪一樣 醫師查訪一樣 好幾位病人 副總統都很親切的看了 也都讚賞 賴清德接著還要趕往 靈堂向罹難者家屬 致意盡力撫平大家的傷痛 記者綜合報導 勇敢 昨天都快笑不出來 總統昨天有來看你嗎